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一早前往臺中大雅參拜 提及臺灣面臨的外在威脅 有壞鄰居應該團結 而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 則來到了嘉義眉山參拜 重申反臺獨 反一國兩制 至於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 上午來到嘉義 參加造勢活動 與支持者是面對的來座談 動算聲不斷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一早來到臺中大雅 走進市場 不斷握手與打招呼 接著進入永興宮參拜 他致辭時表示 若順利當選總統 第一關心基層民眾 第二打擊黑金毒品與詐騙 更會守護好臺灣的主權 動算聲不決餘耳的 還有嘉義眉山的 必須公拜 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下午來參拜 被問到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還在等他的電話 他表示會有最好的安排 強調全民的期待 絕對需要在野大聯盟 他會堅定腳步並重申自己的兩岸政策 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來到嘉義參加選擇 和支友會成立 有民眾問基本工資提高 也會連帶提高生活消費 該怎麼因應呢 下午柯文哲到臺中 被問到與郭董咖啡之約的進展 他表示不急 面對藍白河有無機會 他回應最後決定的是人民 記者綜合報導